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给您这家位于在宜兰罗东的创意料理 老板叫谢申风 过去他是知名饭店的大厨 带着几十年的好手艺 见到回到家乡宜兰来开店 因为坚持要用新鲜的食材 所以每天到宜兰大西渔港来亲自挑选渔货 其中有鲜甜的胭脂虾 还有肥美的鲜鱼 因为产地直送 所以尝起来格外的清甜 另外结合了在地特产的樱花虾炒饭 其中尝到的是三星葱的香 还有樱花虾的鲜 再配上归山岛的海菜 这其中在地小浓烟萝卜 风味十足而且特别的喷香诱人 宜兰大西渔港 即使平日下午下着大雨 也挤满抢购渔货的人潮 客人他哪有分下雨还是好天气 他要吃就要来了 当然幕后工程就是这位美女 美女他都会帮我留鱼货 最新鲜的鱼货 他儿子是船长 所以他都是偷偷溜货 天天到渔港报到 他是在伊兰罗东经营创意料理的谢生锋 和鱼货感情好到总能拿到死产好过 有没有啦 有流得漂亮的没有啦 有啦 无事不用那种啦 不用钱啦 天不太大声啦 现在天啊 外来 属里很肥的 很肥的 也很肥的 这个月越大 越肥 我们这月拿回来煮十四米 他都每天来回 鱼要鱼要鱼 你那边还说 鱼要鱼要鱼 有够了啦 本身是宜兰子弟的谢生锋 特别钟爱在地的特有海产 这个是刚上岸的 卉山岛的胭脂虾 它避免日本的甜虾 这是特有的海底温泉才有的虾子 在渔港里来回穿梭 不一回功夫 手上已有不少渔获 就等着回店里大显身手 回到店里换上厨师袍 却不急着处理鱼货 你鱼一买回来现杀 现杀端给客人不好吃 一定要经过熟成 你把它分割好以后 放到冰箱里面 经过一到两个小时 它熟成以后 它的肉质是最好的状态 等待之余 谢生锋拿起花花草草 在冰块上插花 原来他过去是饭店大厨 对食物美感特别讲究 有去学过插花课程 当然一部分的是兴趣 在饭店的时候 我是偷偷藏着 学是藏着兴趣 到自己开店的时候 整个把它结合在一起 巧手点缀后将食材摆上 除了鲜甜腌汁虾 还有熟成后的鲜鱼 要有微微的冰 去到客人那边刚刚好 上桌的冷盘 像精雕细琢的花艺品 上头点缀的鲜鱼 犹如鲜甜红艳的海中宝石 加上软Q弹牙的腌脂虾 肥嫩鲑鱼和干贝 以及多种开胃冷菜 令人目眩神迷 吃尽满满海味 因为第一道是冷盘 而且除了说装饰嘛 当然这边 这边就是装饰 都有很棒的视觉效果 海鲜就很新鲜 然后吃下去就是那个口感 还觉得还蛮特别的 然后海鲜吃起来还蛮清甜的 用视觉让美味加分 上菜的火焰秀让人惊呼连连 用餐气氛更热络 听好久了 只是没有机会来 刚好这次跟同事一起过来这边 你看大家气氛都蛮合肉的 蛮活药的 每一道菜都蛮新奇 大家都会照相 真的是不错 既然要从事这个行业 要从事餐饮这个行业 有关于餐饮的方面 我们都要去吸收 才能够创造你自己的特色 跟人家与众不同 为了与众不同 除了冷盘融入花艺设计 简单严局鲁鱼 也能呈现艺术美感 铺上厚厚海盐 随手就在上头作画 厨房里面什么东西都可以用 只要你找到顺手的就可以 我们用瓶盖来做鱼鳞 笔盖来做眼睛 鱼鳞 鱼眼 栩栩如生 简单烘烤就能锁住鲜味 上桌的盐焗鱿鱼 上头的海盐变得硬实 得用小锤子敲碎 才能品尝细致鱼肉 肉质吸附淡淡咸味 吃尽嘴里鲜味十足 那个盐巴把那个鱼的水分 给封锁住 然后就吃起来 就是敲开以后 吃起来那个鱼肉非常细腻 他要自己动手敲 有没有觉得很特别 表达当然当然非常特别 不一样的感受 视觉味觉双重享受 是过去在饭店的坚持 会毅然决然回到家乡开店 其实是老婆的提议 他自己跑回来度假的时候 偷偷来开这家餐厅 就想要说做个兴趣啦 他等于是也在这边 类似于养老这样子吧 夫妻俩一起聊下去 虽然老板娘低调不愿受访 却将心力全放在外场 招呼客人 我也一直跟他讲说 很累啊很累啊很累啊 冲着华鱼做感养修 他想下去做 夫妻俩的坚持 让退休生活更充实 更用家乡食材 提供最在地的美味 有时候我们去国外 觉得那里东西很好吃 把那些东西原汁原味拿回来 下去同样的东西 同样下去做就是不好吃 把在地的这些元素综合起来 然后下去做的菜 客人一定会很满意 秉持在地精神 这道樱花虾炒饭 特别结合宜兰的特色农鱼铲 在地食材炒出的炒饭 米粒苛苛分明饱满 还点缀小巧腌红的樱花虾 还能搭配龟山岛海菜 以及当地小浓的腌萝卜 一起享用更添风味 它有加樱花虾 就是在地的樱花虾 所以口感的话会比较粒粒分明 不像一般的台式炒饭 是比较湿润的 当地食材新鲜入菜 融入谢身风的创意 品尝美味之余 更甜视觉趣味 让用餐气氛变热闹 来到这里聚餐的客人 心情也更加放松